第一代移民实现美国梦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获得美国绿卡Green Card,成为美国永久居民Lega Permanent President。 那么,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美国绿卡后,有哪些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呢? 通过本视频,你将了解到,一,拿到绿卡后,还需要做什么? 二,美国绿卡持有者的福利,三,美国绿卡持有者的义务,四,美国绿卡与美国公民的区别。 拿到绿卡后还需要做什么? 拿到绿卡后,您一定不能忘记以下几件事情。 一,保存iNumber slash USIS号。 每一张绿卡都会有唯一一个对应的iNumber或者USIS锦号,这个号码与您的SSN号码同样重要。 您最好能记住或者做个备份。 如果您的绿卡丢失,您需要这个号码与USIS联系。 二,记得去设安局申请或更新你的设安号。 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拿到绿卡之前已经有了设安号和设安卡,拿到绿卡后,以后就不用去设安局更新你的信息了。 实际这是一个误区和错觉。 在美国是否是长久居民实际在很多方面,例如养老金、福利等等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因此拿到绿卡后,无论有无设安号都要记,给去申请和更新你的设安卡。 如果您还没有社会安全号码Social Security Number,检查SSN。 您需要尽快到当地的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办理,需要当面办理。 在拿到绿卡之前,如果您已经有了SSN,那个这个SSN,一般都带有限制条件。 Restriction,即属于受限制类,SSN Restricted Social Security Art,比如,可能会标记有Valive Worker with Authorization,因为您的SSN是由于您在美国工作而获得的。 设安卡一共有三种类型。 一,发放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持卡人可不受限制的工作。 二,发给合法进入美国,并且持有国土安全部批准的工作许可的外籍员事。 这样的设安卡上面印有一型字,Valive Worker with Authorization,就业需有获得国土安全部的许可。 三,还有一种是上面印着Not Valid for Employment,不,得用于就业的设安卡,这种是发给合法进入美国,没有就业身份,但出于正当非工作理由,需要设安号的外国人。 所以在获得绿卡之后,移民申请人就可以把原本有条件限制的设安卡换成没有限制的设安卡,这样的更新不会更,改你原本的设安号。 只是在官方系统里,和你的设安卡上抹出Valive Worker with Authorization,这行字样。 您可能需要以下的材料查看详细信息,填写SS-5表格,美国绿卡,年龄证明比如,中国护照,身份证明比如,美国驾照,带上所有的材料,到当地的SnowFest完成社会安全卡的更新。 当闭事件8月9日,美国移民局USIS宣布一项新的政策,即日起允许申请永居身份绿卡的移民,在转身份申请阶段,同步申请设安号Social Security Member SSN。 美国设安,靠视社会安全卡的卡号,新移民抵达美国后,首先要向所属城市,或邻近地区的社会安全局社会保障局,申请一张社会安全卡。 此卡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此前,新移民只能向设安局申请设安号。 现在,美国移民局更新了i-485表身,请日卡或是调整身份的表格,在上面增加申请设安号或是更换设安卡的相关问题。 新移民通过填表就可以申请设安号,也就是说,从2021年8月9日开始,申请人在递交i-485表格的时候,即可同步申请设安号,并且申请费用于此前一样。 美国移民局表示,在批准i-485表格后,通常情况下,ASIS会将数据以电子方式传输给设安局。 收到数据后,设安局将根据情况,自动分配人士SSN或签发替代卡,申请人无需再重复前往设安局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移民局的数据,每年有57.6万人提交i-485申请。 可以说,此次美国移民局的改革及大币方便了申请人。 移民局局长齋度称,移民局与设安局之间这一扩大的合作,是让美国移民体系更有效率,节约申请人时间的途径之一。 移民局这次在i-485申请表格中,更新SSN选项后,在2021年8月9日之后,递交的申请人就无需再单独更新设安卡了。 待i-485获批后,设安局会收到移民局的通知,自动处理发放新设安卡的工作。 不过在此之前递交申请或收到日卡的朋友们还适得自行完成更新设安卡的流程。 事实上,拜登上台后,不断推进移民改革,为广大移民疏通赴美道路。 此前,美国移民局更新了政策手册,如加急处理案件,移民申请人ED实现延长至两年,发放补件通知与拒绝一项通知等等。 之后移民局再度简化办案程序,减少绿卡蔑视等。 种种表现都证明,美国移民局一直在不断优化,改进完善各项移民服务,提高办理效率。 这也证明了,拜登时期的移民政策或将更加理性开放,云新化。 三,保持绿卡身份。 美国绿卡是一种移民身份,immogram status,需要在美国长期居住。 下面的几种情况,可能会让您失去移民身份,从而被吊销绿卡文献,搬到其他国家长期居住,以能resident的身份报税,离开美国的时间太长。 总的来说,作为美国永久居民,短暂的离境temporary absence并不会影响您的绿卡身份。 保持绿卡最重要的因素是,您是否有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意图intention。 如果您单次离开美国的时间超过六个月,您需要联系您的移民律师,进一步了解长时间离境对于维持绿卡以及绿卡转公民的影响。 根据USIS的表述,常规的判断标准是,如果您有一年时间不在美国,那么就算是放弃绿卡身份。 有些时候,虽然离境时间小于一年,但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放弃绿卡身份最关键的。 试看,您是否仍然有继续在美国长期生活的意图。 以下内容有可能证明您继续在美国生活的意图,在美国有亲属,在美国仍有工作,或者在美国有公司,在美国报税,美国有常住地址,有美国银行账户,有美国假,照,在美国有财产。 如果被公司派驻到国外一段时间,可以让美国雇主出一份书面证明,表明短暂离境的时间,目的,以及任务完成就会返回,等等。 如果您离开美国的时间超过一年,将不能使用绿卡返回美国。 如果,行程在计划之中,您需要再离开美国之前,从USIS申请Re-Entra Permit,才能重新回到美国。 您需要填写I-13E表格,请注意,具有Re-Entra Permit,并不能保证,您可以进入美国。 海关官员仍然要审核您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意图。 如果人,已经在美国境外,可以在美国境外的美国大使馆申请Returnal Resident Visa SB-1,这些都可以帮助证明,您的这次长时间离境,只是短暂的离开,仍然有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意图。 注意,保持绿卡的条件,与绿卡转公民的要求,仍,有很多不同。 想要申请美国公民,您需要满足Continuous Residence for Physical Presence,的条件。 4. 注册兵役,一名18-25岁的美国男性,在18岁生日的30天之内,需要注册B-In Selective Service Registration,这也包括绿卡持有者。 如果您在26岁生日之前拿到了绿卡,那么您就必须注册兵役。 美国目前采用的志愿兵役制不是强制服兵役。 所以,虽然您需要注册兵役,但并不是说,您马上需要去服兵役。 这主要是应用于国家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时需要征召您的,时候。 符合条件,但没有注册兵役,将是重罪可能的处罚包括5年以下的监禁,和至多25万美金的罚款。 您可以到从官方网站注册。 5. 如果搬家需要更新地址。 如果您搬家,需要在10天之内通知美国移民局USIS,您可以填写R-1,一表格,在线完成,完全免费。 具体请查看USIS主站。 注意,这项要求适用于家庭中的所有非美国籍,年龄达到14岁的家庭成员。 并且每人都需要填写一份R-1表格,并不是一个家庭提交一份。 如果孩子已经是美国公民或者是不到14岁的非公民,那么孩子并不需要填写R-1表格。 如果没有及时向USIS更新地址,可能会受到刑事和民事处罚,以及被驱逐出境。 6. 按照Resident缴税。 如果您在拿到绿卡之前,已经在美国居住超过一定的年份,您可能已经按照Resident报税了。 如果您之前原来是按照Non-Resident报税的,那么从拿到绿卡开始,您就需要按照Resident报税了。 7. 一直携带绿卡。 您需要一只R-Tel Times,随身携带您的绿卡,如果没有做到,可能会坐牢,或者被罚款。 8. 保留USIS寄出的所有材料。 您仍然需要保留USIS给您寄送的所有材料,包括所有的Prova Notices等等。 第二,看一看美国绿卡持有者的福利。 获得美国绿卡后,您将成为合法的美国永久居民。 可以享有以下的福利,您可以在美国永久的生活和工作,不用再为工作身份而烦恼了。 绿卡持有者,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短期离境,可以顺利回美。 有一定条件,比如离美时间不能超过一年,可以购买和拥有枪支。 当然一定要遵从所在州的法律,可以为您的配偶,或为婚子女申请绿卡。 可以获取社会安全号SSN符合条件的绿卡持有者,可以享受Medicare。 可以加入美国军队的某些部门,另外在拿到美国绿卡后,您不再需要申请签证就可以访问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 第三,美国绿卡与美国公民的区别。 美国永久居民与美,国公民不同,最大的不同点为,美国永久居民依然保持原有的国际。 持有原国家的护照比如,中国和印度护照,而美国公民将持有美国护照。 更多的不同点如下,绿卡持有者没有投票权,而美国公民有投票权。 绿卡持有者搬家十天内需要通知USIS,而美国公民不需要。 绿卡持有者不能长时间离开美国境内,而美国公民没有此限制。 在美国境外的绿卡持有者,不能享有美国大使馆对于美国公民的保护。 绿卡持有者只能加入美国军队的一部分部门,而美国公民可以胜任更多的职位。 绿卡持有者如果触犯了某些法律,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美国公民不曾再被驱逐出境这一说。 绿卡持有者入境其他国家是否需要签证,仍然取决于您现在的国籍。 而美国公民入境其他国家会根据美国与所入境国家之间的入境协议。 如果绿卡持有者没有转成公民,需要每一零年更新一次绿卡,需要留存所有USIS寄送的材料,而美国公民则不需要。 绿卡持有者可以给配偶和未婚子女不限年龄办理。 绿卡申请时类别遵循preference office,类别申请时间较长。 而美国公民不仅可以给配偶、未婚子女21岁以下办理绿卡,还可以给父母办理绿卡,而且都是属于immediate relatives,那类别申请,等待时间很短。 也可以给21岁已上了孩子办理移民签证,但是以preference relatives,类别来申请。 在取得美国绿卡后,您就可以计划成为美国公民,关于绿卡转公民的详细信息,可以看后续视频。 第四,绿卡更新。 美国绿卡这里指的是,可以拿在手上的那张卡的有效期为10年,但是您作为美国永久公民的身份并不是只有10年。 如果在这10年间,您没有转成美国公民,那么您需要在绿卡过期之前进行更新。 更新绿卡的费用是540美元。 如果您拿到绿卡的时候不到14岁,那么您需要在14岁生日后的30天内更新您的绿卡。 感谢观看